Hello,大家好 就说一下 评鉴不能移 这句话呢 其实有很多的理解方式了 在这里面呢 只说一下我生活中的 一些关于这句话的 的体现吧 毕竟啥吧 首先呢 我不是老师 我只是一个学生 有很多的事情呢 我说的时候吧 就是我自己小小的生活里面 我的体会 那 其实呢 如果大家想知道一些 深刻的道理啥 直接就看我师父的视频就行了 净空法师的 可是有的时候吧 大经大论的话呢 或者是深刻的话呢 我不好理解 我就会用我身边的一些小事情 结合我的一点点感悟 然后去来说它 算是一个小小的切入点 所以从来不敢说 我有什么之类的 我就是没有什么 但是呢 我就希望 我的这个切入点 也能够帮助大家 切入某一件事情 这样的话呢 就非常的好了 那么就说一下 负贱 贫贱不能移 在我们有经济压力的时候啊 在我们的生活困苦的时候 这时候呢 突然间 来了 一种就是可能有钱的来源 可是我们得辨别 我们不能说因为有经济压力了 就去说 只要有个活 那就去 去干了之类的 比如说啥吧 比如说我 我有一个老师嘛 他提供那个 一个兼职工作 但是呢 我已经有一个导师了 我这个导师呢 我也 他是没有那个 方顶的 就是没有那个 发工资的 那另一个导师呢 他是 发工资 可是我已经跟了一个导师了 所以我 我不能说 为了就是那一点 就是 当然不是一点 其实是还挺多的 不能为了那个 那个时候我就换导师 因为结合自己来说呢 就是导师嘛 跟一个导师 你就一直跟着他 我不想说 就只是为了一些 一些额外的 就是补贴 就换一个导师 所以啥吧 嗯 就是 其实就是说啥吧 师父嘛 跟一个师父 你就一直跟着他嘛 当然了 这是那个什么吧 这是 就是关于 就是师门 是不是要判别师门 嗯 我非常欣赏我现在的那个导师 嗯 他非常的有智慧 跟着他的时候吧 嗯 我能够受到很多的启发 有的时候吧 我们生活呢 是苦一点 但是呢 嗯 但是呢 苦中呢 我们有着智慧的快乐 嗯 而且啥吧 嗯 其实归根结底的时候吧 人意 就很重要 什么时候把我们做事 想到人 想到意 想到理智 是 加油 加油